现在甲状腺疾病呢 也是越来越多了 甲状腺疾病呢 最常见的一几类 第一个是甲状腺疾病看劲 就这个人呢 表现为消瘦 表现为心烦意乳 脾气暴躁 那么呢 肚子容易饿 吃得很多 有极容易激动 情绪容易激动 容易出汗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甲状腺疾病呢 就是甲状腺疾病功能减退 那呢就是和甲状腺 是相对应的 是一个反变 第三个呢 就是甲状腺疾病呢 亚甲炎 亚急性甲状腺疾病 这一类的病也很多 第四个呢 甲状腺疾病呢 就是甲状腺疾病啊 很多 这也是个 为什么 甲状腺疾病 这么多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 我们的设备好了 过去的设备 没这么好 查不到 所以说 检 处理水平比较高 所以发生率就多了 所以体检 都能够发生了 第二个 确实是反变率高了 反变率高是什么原因呢 是我们人的 精神紧张的原因 这个情绪是由甲 所主管的 那中医认为呢 甲状腺 还有一个重要 重要的调节情质 但是你如果超大的调节范围 他就郁闷了 我们就甲状腺疾病 甲状腺疾病 他第一个影响的是谁呢 影响就是他的邻居 脾胃 甲和脾胃 是在一个层面上的 所以他们的功能也是互相影响 也可以互相促进 亦损损 亦融居融 我们大家知道 每个人 现在在单情的社会下 要很生存下来 或者说比较好的生存下来 这个压力非常大 非常大 因此 我们由于情绪的变化 压力变大 我们如果不能够很好地自我调节的话 那么就可能发生感激欲解 影响到脾胃功能 脾胃功能一受到影响 脾胃功能最怕什么 死血 他如果不能很好地把这些死血清理出去 就促增在体内变为痰 痰 再加上我们的气血运运 这个气急运刺以后 我们的血液走得不燦 那么血就会出现运刺 那么痰 血运 结合在一起 我们也叫行政痰合 痰合就一个个的了 那么他为什么要形成在甲专性部位 不形成在别的部位呢 因为甲专性就是干净所走的部位 甲受到省善 甲气不虚 甲不能够把它很好的运送掉 就结局在甲专性部位了 因此 情字的调节 也是中医养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